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近期状态上的低迷 而维特赛尔一旦确定离开 恐怕球队的士气还会受到影响 在俄罗斯世界杯进行时 相信绝大多数的天津球迷都在维特赛尔代表的比利是对加油打气 随着比利是获得世界杯祭军 天津球迷也会在内心祝福 正在享受喜悦的维特赛尔 在世界杯结束之后 所有的全界球迷都在等待维特赛尔的回归 并对于他很长时间没有回到天津给出一定信心 认为他只是在世界杯打得太累了而已 需要好好休息 最终还是传来维特赛尔离队的报道 再结合全界惨痛的成绩 所有的全界球迷都会无比难受 虽然维特赛尔的转会能给全界带来了两千万欧元的转会费 但在下窗期刚 关闭不足音乐时间 而中朝下半赛尔刚刚开始 这比聚罗资产没有任何意义 面对中朝赛尔之后还剩下的十四轮比赛 全界球迷中又有多少人能祝福维特赛尔的离开 对于球迷来讲 维特赛尔的离开让人心痛 但对于另外一人可能打击更大 那就是全界限任教练保罗索萨在维特赛尔离开后 如果他不能找到让球队回升势器的办法 那么他的帅人也有可能受到成绩影响而开始动摇